总统候选人最终篇 共互批在喊团结 你可以对国民党不满 对马英九不满 也可以对朱立伦不满 但是我要请大家 不要拿台湾的未来来出气 上次的辩论会 朱主席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震惊 他说一个总统 不能一切看民意 要有自己的想法 在那一瞬间 我以为站在我旁边的是马总统 宋楚瑜当选之后 将从我们整体的国体规划 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 提出我定名为 叫做三叉机的计划 这个三叉机就是海神的trident 那就是真正发挥 我们海洋的这个优势 总统大选最后一场辩论会 昨天登场 三名候选人火力依旧 朱立伦一开始深论时 就六问蔡英文 为什么蔡主席你到今天为止 只谈TPP 必谈RCEP 逢中必反 你到美国贸易代表属之后 躲躲闪闪 最近告诉国人 你要开放 请问你到底出卖了猪农 出卖了国人 什么样的利益 这个不是黑箱 什么是黑箱 在这里我要告诉朱主席 如果你真心的要反省国民党执政的失败 那么首先要检讨的就是你们跟人民的距离 真的太遥远了 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国民党也执政了八年 但是看到他们的执政把台湾带到今天 叫做两个巴把台湾打到怕 三人残逗到结问时 宋楚瑜和朱立伦强调执政经验 蔡英文则回归感性诉求 一加一小于三人 那就是如何的 让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放下男女 我愿意向朱主席说 我没有包袱 我什么都不缺 我只缺一个权力 十六年来 我五千六百多个日子在基层 跟大家工作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务实推动改革 有经验 有魄力的朱立伦 决心一定要做到 一样是从天空看台湾 上一代的人 因为深爱这个故乡 而充满了乡愁 这一代的人 就是因为深爱故乡 而充满了焦虑 不管是乡愁 还是焦虑 几个世代以来 总是有一个共同的情感 把我们这一群人 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那就是对这块土地的爱 动新闻综合报道 戴森温馨提示 戴森JFOCUS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房